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析全面专业的赛马资讯 就一定要听麦8沈国成 沈国成什么料? 大家听过就知道有多专业、多猛料 一级赛马方程式 回到新一集的一级赛马方程式 首先当然我们会做一个赛果的回顾 这次表现不算很好 第七场 威尼热流 再加魔高一将 理论上就中了一条7倍的pcq 但是当时我们叫大家一拖四一拖四 其实就差一点 应该调回 其实稳定一点 四穿六就应该六珠 就可以赢7倍 其实就赢多一点 这场马资讯不容易中的 因为如果你有看过节目 其实我特别是说威尼热流 我这次马资讯也会问 他为什么上次有这样的成绩 我说这些肯定是先退了料 再跑一场 就确保在阵上再查好马的状态 以后大家都要有点心理准备 都是患得患失的 全程由开闸开始 虽然你是排外档 都是走五拖 一路五拖 全程是跑最外档的那个人去 他究竟是害怕 还是有点苦衷 还是怎样呢 这次马资讯我相信 同样一不一样的地 我特意选他 我不是现在有赖 只不过我觉得那天的跑法 跟他当天跑第二 输给威尼热 赢了净精神的一场 参天拱地 如果你同样一架 这么好的泥地的马 不可能在同样的路程中 可以输得这么肉酸 一段都没有提 可以这么说 不要紧 另外当然 就是这个亨利马 但这个我们也要检讨了 第九场一 四季王赢了 没什么好说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 我觉得四季王跑这么久来说 这场马莫雷拉 我经常都说 他的成功在哪里 就是当你一架马给到他 他那个心中的姿势 和其他人跑 是真的不同的 待会你看一下他的冷静 其实他的位置都是不好的 但是人家的冷静 还有那个成足在空 对着马的信心 在哪个时刻就放上来 你觉得好像很容易 这个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稍后我们可以研究 不过那只小巨人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教训 就是当然他输了 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推崇 但是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临场赔了 曾经跌到1.1倍 其实我们应该建议网友 或者付费的听众 如果太热的时候 就无论搞二穿三 当然二穿三 你就可能输了一点 但是我就想 如果我们当时知道 那个赔率这么低 根本就不值得过关 就算二穿一都不是 譬如他成大1.1 1.2倍 就没意思了 倒不如其实应该棄掉 但是这只马你当初选择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他这么容易的 老实实在 你选择了我看的时候 我都猜这只马应该和那只 喜悦彬分 有些叫平起平躁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喜悦彬分 他近排的势这么好 他反过来应该 大家可能2.5 2.7 2.8 甚至乎大家两只三倍三倍半 不出奇 因为两只马应该背着整个电讯机 谁不知就背着这只 其实那只 狮子冲 开始打出来十倍都没有 证明后面那些人都 都对这只马很有同情 可能也都 上次那场我觉得王浩南 有点骑完之后 误导了我 我看这马 你也问我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王浩南 打死了他 打二十多边 而且赢得这么辛苦 以为都已经尽 可能这只马 跑这些变化地 更高半班马 没理由越赢越轻松 升了一班上来 还可以赢得这么轻松 当然冲冲冲 骑得很好 松荣不逼 是吧 但是这里 你讲到小巨人 其实我大话怕计数 其实小巨人上次在三班赢的时间 比这次输的时间更好 他上次赢的 是一分零九秒五二 这马是慢了零点四 即是说这马其实 没用尽的 老实说 现在潘顿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有点这么多 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事实真是过热 如果我看见到二点多是对的 我心想都差不多 因为四季王最初是四点多 你打下去加上两个单 看有十倍 其实你这个建议是相当好的 我们估不到就是竟然这马 因为 亦都这么说 潘顿当日已经赢了这么多场马 那些人可以在最后追上他 等他开来 即是我想有些是非理性的钱 反正还有五百元 赢了他 赢了四百元 赢了一百元吃饭搭车 可能是有点这样的飞 下去就变成他这么热 那有点不得非理性 但不要紧 其实这四季王不是容易的 即是他连续输几场 他再来虽然换了莫雷拉 你看看开头打出来也不是大热的 即是大家都对这马 都是有点不得疑惑 但是你够胆选他 他亦都拍得好 2.4倍 想怎样 真的赌钱的不是赌一百多十的 好 那我们也回 看这场赛事 值得看 有时 你经常说 雷神雷神 中国人就知道什么东西都是神的 所以是满天神佛 即是为什么莫雷拉可以 一会你看到 我刚才说 赢了一百六十场马 潘顿到现在只有九十七 我相信应该会过一百 这也是香港另一个里程碑 两个骑士 一季里面 大家破一百场 哇 这个很难得 一百年来也不知道 即是准备是第一次 我相信 那我们去一去片 麻烦 现在我圈住了这只 就是四位王 那你会见到 在他前面 他不是没事 他现在 可以同头马 我相信 如果看top shot 差不多差了四五个马位 那你一路 看到他这样困住 还有一阶子 整把线摊出去 其实他当天 那个形势 你待会看完转弯 是有点紧张的 因为你还说 哇 加州再遇 再开心 他就跟着再开心地上 那我们看看 他现在准备船上去人民 没有事 外面左边出 但是看到他 西出来 他拿到里面 但是拿到里面更大了 加州再遇 这里又不是没有事 又不是断掉了 你想想这里是不是封住了 你看他慢慢慢慢 轻轻轻轻轻 将人的脚踏 左边踩大力一点 站起来站起来 现在还有一百五十 你看多轻松 一边都不用下来 收领 刘江城一推 就赢了 加州再遇 其实当天跑得很好 毛衔东 都是跑得很好 有赢得最开心 当天是最开心的大日本 再值得欣赏 你看 这些就是莫雷拉 这些工价真的非常好 还有你看到毛衔东 越骑越好 那个节奏 拿得很漂亮 现在什么不同的马 不同班次的马 他都掌握得 开始越来越好 这个是自信心越来越好 OK 可以回来了 这个就是一场 我们也可以再看看 就是小巨人的那场 许语片 麻烦你 现在我们看到这只 就是小巨人来的 当天就拿了出去外档 狮子冲就在这里 喜悦缤纷就在这里 大家内档 中档 外档 都有不同的路线来冲 我们也可以欣赏 毛衔东赢这场马 是赢得多漂亮 一被他放 他都放得很漂亮 现在你看他都很冷静 三百才开始慢慢骑 一边都没落 眼尾就瞄住了 一搭搭了 杭成多漂亮 一搭下去就中了 然后你见到喜悦缤纷 你看 其实潘顿 骑得挺适合的 他是假边 打了两秒 杭成湿得很短 上次不是那么短的 放弹长一点 马就不是这么跑的了 那这场小巨人 你当这场小巨人 就做了错草地的事集 不过这场集 大家都是同班的意思 不要看少这些马 因为回来 就绝对够班的 不需要担心他 所以 只是我们计算不了 亨利 那个赔率竟然会那么强差人意 否则 应该就算我当你两只 2.2.2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二穿三 如果下次大家见到 那个赔率 就像这样 没有肉食 不如就不要穿 你可能就一边一住 甚至乎二穿一 或者 一赢牛 就是四季王 那就好过 买两百元就赢三百元 甚至乎 因为这些二穿一 二穿三 你可以自己过 其实你可以赢了四季王 然后心想 跳纳星 熟沙 这么低赔率 自制二穿三 自制二穿三 可能比你一早买好 买飞过关 谁知道有多厉害 不过不要紧 我们还是持续学习 今天我们又会去讲一下 一些马圈的新闻 我们都答应过 各位订阅的 或者现在都在看 免费的节目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要以一个 运动的角度去看 其实你每一次 一个野菜 究竟焦点在哪里 我觉得今次的焦点 就太过聚焦了在潘明辉身上 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忍忍若若若 就看看他的马 他今次出七场马 竟然第二 第六 第七场 全部顶头大业 其中有一只好像是一点多 文顶高峰 对 文顶高峰 我觉得 在这个小朋友来说 其实是有一定压力 因为为什么呢 三只马 其中有两只 一直揭回到三点多 有两只 其实都有人 Sue 交给 波尼 拉工 保持甘明辉' Lun 馬會製造潘明輝的龍捲鋒的勁力有多厲害 以往你甚至高柏欣這些英國連馬師 如果他的馬有自己向你贏 甚至乎梁家俊其實贏 為何要換人 為何要放你上去 真的貪你的十磅 不是一定的 我有我自己選騎士的一個心水 當然高柏欣亦都覺得 反正這馬贏了一場 交了一磅 不如減10磅 減回他 但如果以梁家俊的騎工 我也不覺得梁家俊會輸多少給潘明輝 很老實 那就很奇怪 變成他再騎上去 其實是有一定壓力的 然後第六場我騎回自己師傅那隻 那隻馬亦無尼沙 變成又是熱門 然後第七場問頂高峰 很老實 我覺得那場馬有點暗湧 有一隻馬 其實應該說剛才納納的那個亨利馬膽 我們就留個關子 那隻是他的敬敵 我反而覺得這隻馬 這次擺明再明再暗 已經開始有些 看到這陣子的寬明輝船風那麼厲害 就慢慢有些暗湧 藉著他的船風 其實他可勝不穩的馬 就就罵你了 就是現在這些有些 就是大家有點盲目了 以為船風來了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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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他的級數沒有去到這裏 不是說好像當年的偉達 莫雷拉這些 其實就是牛都熱 但是又可以回來 不是為甚麼偉達叫馬場警察 其實當年大家香港人很喜歡他的 那現在他的年紀大了 或者親身了一點 那有時的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是馬給到偉達到手是有的 他不會令到馬贏不了 所以有時以運動員的角度 大家千萬不要看少他 那另一個就是焦點 上個星期三 亨利記不記得 都是文家良馬房 翡翠劇院 搭兩隻翡翠 翡翠復星翡翠劇院 就贏了孖寶 這次又來 又來兩隻 這兩組馬主都很喜歡 每次都是兩隻一起出 可能他們朋友多 每次就一隻馬出來 兩隻一起報 然後就包一個商房 請朋友就順便去社交 做生意 又交移一下 予有頭髮 大家帶一些老闆 其他行家下去玩一下 我想 因為 這次介紹的兩隻 就是納德肯 他就好像開那些泰國餐廳 開到上市 那麼厲害 當然就一定 有難得寶 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行家 朋友 食家 可能每次就這樣做一個聚會 其實是好的 馬會的 甚至乎體育運動 F1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商業的活動 有些老闆 你叫他一輩子都不出來 你不是請我跳舞 有些二三線明星坐在旁邊 他們一定來 有些不喜歡的 譬如F1的 Paddle Club 上去有車手上來跟你們聊天 拍照 簽名 有些老闆 挺好玩的 我帶我老婆去 那麼 就會有機會請到老闆 很難得跟他見面 有些老闆喜歡打Golf 就不是說一般的那些場 可能 我們去一個PGA的大賽 有一場Pro M 通常我們星期三有場Pro M 就是那些PGA的職業球手 就帶著其中一個是業餘的 就是三個 但是一個球手帶三個 我都玩過的 亦都是很Privileged的 就是那些職業球手 當著你打球出去 你就跟著他打球 就教一下你 這些 有時都找到那些大的老闆 你平時好人都不出來 就跟你坐在卡櫃裡面 大哥單獨三個多小時 什麼生意都可以談到 有時這些就是 馬會的 很大型的需要運動 都是這些 的環境下撮成的 所以我們另一個賣點 就是當然是勒德肯 勒德堡 因為勒德堡其實上次已經跑得不錯 勒德肯上次被 摩顯東的馬夾一夾之後 就輸回第四個場 接著換莫雷拉 跑得不好 但是這次潘頓泥 所以這兩隻我亦都覺得 是有道理的 明天那個夜馬 我覺得潘明輝究竟有沒有這麼猛 可以大熱門把他借回來 還有那些馬人贏過的 你放你上去 壓力這麼大 他可不可以應付得來 當然我希望他做到 因為他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但是是不是這麼高 他真的還需要很多功夫 特別在神速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工價 基本功還是應該要放多一點功力 把自己的姿勢做得更加完美 你的騎工自然會 在模型中慢慢慢慢加深 這兩個賣點就是明天的 其他就交給你了 我們也看看一些賽事的資料 首先在騎士方面 剛才Michael也有說過 莫雷拉終於突破了160勝 潘頓現在就97場頭馬 差三場都過百 另外 葛能奇、布敦、韋達其實都差不多 雖然我們說韋達回堂很多 但其實現在他有39場頭馬 不差的 就比田泰安還多了37場 但你想想 田泰安差不多跑了600 577場 他只是跑了400場 所以憑你這麼老年的數學 你看看他的百分比 其實應該是偉達高的 差不多10個百分比 另外當然 梁家俊現在有25場 毛顯東21場 潘明輝15場 這些都是我們看到 他那裡就好像有一個 所謂叫做最家建立生的獎 以往就是最家建立生 現在就拿了高東來的名字來做冠名 就應該毛顯東在鬥梁家俊 其實不經不搏 好像還有七次賽馬 所以是白熱化的 如果七次潘明輝差15場 你跟梁家俊相差10場 就機會很猛 反而毛顯東就差4場 就有些機會 對於牌都不斷跑得進 但很可惜他就剛剛 接下來就要停兩次賽 就是還有5場 基本上今年冠軍練習生 都很大機會是梁家俊 會有得鬥 我相信有得鬥 因為他們那些作劇真的很多 每次的預約都很滿 那機會多了 就是有機會追到的 大致上是這樣 但是呢 反而我又覺得 那個高東來獎 雖然是 高東來在香港土產之中 算是最出名 最為人熟悉 但是你說如果這個獎 我建議一個名字 其實可能大家年輕人不認識 其實是否應該用國子游建築 冠軍建築生長 因為其實國子游是橫跨業餘日戰時期 到職業 十三屆本地冠軍 冠軍劇司 偉達也是剛剛拍著他 是吧 但是歷史來說 國子游是 反而馬場裡面 是應該 其實國子游是應該馬會 給他一個獎紀念的 雖然你不要管別人 之後老的時候怎樣 諸如此類 我覺得應該給他一個誠誠 也算是馬會裡面的一個禮物 另外當然 連馬斯方面 蔡若翰也贏了90場頭馬 暫時是平紀錄 破硬的 另外當然 方家柏蘇偉賢 一直都欠第三第四 就是這個55場 53場頭馬 高東來和沈雜成 又是欠一場頭馬 46場和45場 這些都是鬥得很敏的 至於後面方面 高大力現在有6場 不定強就有8場 其實都是 一兩天 看看他會不會數到一場 很困難 高大力就沒問題 高大力是不是都續一續牌 就不用寫報告 但是不定強 你想想 如果只剩下7個必定 每個必定贏一場 都只有15 嗯 他一輩子都沒試過連續7場 7場馬 長場有馬贏 做這麼久的聯馬斯 我想他的機會就很敏 明年還看不見 吳定強 侄哥 我想要看他的報告寫得如何 特別的地方就是 鄭俊偉 有14場頭馬 差兩場 但是這次的賽物 只有一頭一尾 第一場和第八場有馬出 其實不是很有利 他繼續衝擊這個客戶 我看到你的表 大摩 這個職員沒有馬出 是的 好像不止一次 很有趣 上次也是這樣 為甚麼 沒有人知道 是否可能整個家去旅行 是的 現在連續兩個星期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上個星期 都是只有賽漢 接著就到方家 是的 不用出 免得這麼多東西 我還以為他印漏了 停了倉去旅行嗎 是的 但是他的馬主 都是想他的馬出的 真的招爆頭 那那些馬主也很聽他怎樣 都沒有所謂的 你看那一群馬 真的全香港都在他那裡 將來再拍一把馬公開賽 全部都是大摩馬房 笑了笑了 真的收不到聲 有這個機會 真的可能我看 好 那我們這一節暫時就到這裡 下節我們做長一點 接下來我們會說 下個賽馬日的貼士 待會再見 拜拜 希望大家會喜歡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